地方就是在光华学校 也就是本届大选的另一个提名中心 刚刚在中午的12点45分左右 选举官就已经正式的宣布 一个集选区还有三个单选区的提名结果 那在这里记者就为大家做个汇报 在马林马列集选区将会由行动党对雷工党 其中行动党的进水团队将由原认的国会议长陈川仁带领 而新人就包括陈世龙 而他也是前总理吴作洞所清点的接班人 在工党方面则是由于郑中来带领的 而他也是在上届大选同样进逐马林百列的集选区 在单选区方面首先我们就来看波东巴西 波东巴西行动党还是派出原认的议员 司徒宇冰对战这个人民党主席乔利盟 而接下来的单选区就是麦博生 麦博生行动党还是由这个陈佩玲继续 寻求守土而他的对手就是人民力量党的吴明胜 而至于另外一个单选区也就是蒙巴登当选区 行动党的代表就是林某权 他也是原认的蒙巴登当选区议员 而他将会对垒人民支撑党的西华 而在选举官公布了所有的这个提名结果之后 就各路的候选人就陆续发表他们的简短演讲 那他们大多数都是呼吁选民投他们一票 希望大家能够为就是支持他们 让他们能够为选民服务的 其中在马林百列集选区发表言辞的时候 就是这个新人陈诗龙 他就特别用广东话或者是粤语来向选民喊话的 他就说他非常 他就非常感谢选民对前总理无作动的支持 而这个竞选团队行动党的竞选团队 将会继续为所有人的生命就业和未来奋斗了 而在工党方面 就是马林百列的就是领军人物 就是工党的来自工党的马林百列集选区 竞选团队的领军人物就是余正宗 他就说虽然在上届大选 他们无法成为集选区的议员 不过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他也说在这些年来 他们还是继续为选民就提供服务 而他也对选民对他的支持和鼓励所感动的 好那以上就是记者在光华学校的提名中心 为大家做出的即时报道 那更多详细的报道呢 记得锁定巴世界新闻 我们将为你带来更多关于本届大选的相关消息跟报道